茶道是规 合 敬 清 集 让佛法进入茶道的世界 茶道是规 合 敬 清 集 就是将佛法放入茶道的境界 茶道里面有所谓的是规 也就是所谓的合 敬 清 集 这是我们的茶道是规 那这合 敬 清 集的原处 它的怎么解释呢 其实我们按照字面上每一个字来解释好了 合本身呢就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 就是和平的相处 国与国之间 然后人与人之间 还有物之间 那和敬 敬呢 也就是对彼此的尊敬 那也是一样 它基本上呢都是 对于所谓的人事物之间的 这种尊敬的态度 那清 其实那个清呢 你们会大部分就是三点水一个清天的清 清水的清 但是它代表洁净 这个洁净的意思并不是说指环境的洁净 而是代表说一个人的心境上面 就是他要处于洁净的态度 也就是你要清明卤水的心去看待所有一切事物 急 它是一个寂寞的急 但它不是代表说是很孤急 那这种孤急呢 它所谓的急是说 你可以面临任何事物 然后呢 人临危不乱 然后不乱了方寸 然后可以慢慢地去把事情给解决出来 那所以说呢 其实这种急是代表了你有这样子的 就是算是一种内修的部分 何境清急是针对一切事物 判断是非对错的一个根本思考方式与生活态度 学习茶道要将何境清急 应用在茶道以及日常生活中 十方新闻 黄慧如简玉林高雄采访报导 对观看